感謝日本Fusion餐廳Gesuto贊助本期视频 想看他们家有什么好料就一起看下去吧 我非常的紧张 听说他会打功夫了 他会打拳 如果讲不好德军他会不会不知道会怎么样 但是我更担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拳都被关掉 所以平时我们一般不会做这样的举动 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有一个机制就是 忘记等一下有讲到什么话 所以我们会 局出我们这个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们欢迎邱博士邱广队 大家好大家好 怎么样最近过得好吗 很自由啊很开心啊 很自由啊 我得到了 你不是没有自由 你不是这个终极自由 是去自由 不是是 四天 他以前在选举期间发表争议演说 而在威胁公共安全罪名下 被警方扣查四天的超人邱光耀 今天早上十一点获得保释外出 当那个是广东话讲啊 出的一行其中一晚啊 或者吃的行鱼得到喝啊 那么 这个预料的当过后 再投票前行 那个男主又怀了我那个视频啊 那个经过那个 那个 Muda 阿曼啊 一拳跟你 滚过去 我没有想到那段他会剪出来的 剪出来的情况呢 我相信是 应该是懂得 广东话的华人做的 那条片是在老屋发生的 那老屋是谁进行前 周已会对谁 很明显的 名字我不用点了 我怀疑我有合理的逻辑 还是那条有做的 可是你们有放上网的吗 你们直播 全马的人看到 放上网是正常的 他是剪 那段出来 放那个serigata 放那个字幕 那个一定是懂得广东话的人 把那个 这个 讲的广东话 转成是 精简成是 拿来跟着回教徒 去我的意思 这样我就想问 因为 你对于这些争议 有的人就觉得你 确实是 有一点煽动啊 破坏种族之间的关系 你是怎么看 其实我想 我的演讲一点都不煽动 我是鼓动 什么差别啊 你什么差别 鼓动是有 passion OK 有argument 煽动的是只有passion 没有argument 我的演讲 一场至少有45分钟 到一个小时 15分钟啊 如果纯粹是骂出口 你对上傻的那边 拿着雨伞下雨 等秋光要45分钟 一直骂 不干啥不干啥不干啥 不干啥不干啥 不干啥不干啥不干啥 你做过董督修了 你也算是 董督修原本年轻是有 一点 影响意的人 对 你知道梗很重要吗 argument很重要 我要看你的 你的梗都 都很好笑 the way to present the 梗 the way to present the argument 这个是一般的行动党 或者说政治演讲者 他们比较缺乏的 所以你原本的讲法是 马来右翼种族主义者 还有这个回教神权的政治 所以这两个东西 就是指马来右翼的集团分子 而不是指马来人 跟这个穆斯林社群 如果马来人不懂广东话 那一般上不合 他就看Sleek Gutter 在看Sleek Gutter 我就变成了种族主义者 Alright 所以这个是你对这次的看法 当然 最后就是因为TikTok的发现 他们把我这个Sleek Gutter 推出掉 那么我就蒙上不白之眼 甚至有些人说 Norisa 书都是我害的 对对对对 这样你怎么看 因为有一些行动党人 这个时候可能反而会跟你个喜 然后讲你害到 也不是讲行动党化色 你觉得那个是showman 他们觉得不应该采用这样子的方法 那是一种行动的方法 那是一种群众看出官邀的地方 如果去做一个博士 我是一个很学旧的老父子 这样的眼镜框 然后在里面讲一些 马来西亚的三权分域很重要啊 千万不要让盗贼治国啊 不要限制中等收入陷阱 你说会有人看出官邀吗 不能传播的argument 就是个差的argument 哪怕是argument多么正确 因为你不能传 我不敢讲我屈公 但是你要还我公道 我不要求功劳 你给我公道啊 明白 你不要说公正党的路易莎输了 也怪我这样 大哥 你的老巢会输掉 不是24分 24小时有一个这样的极端分子 叫秋光 要超文的就害到你 那些要跟我检查的人 用这个例子来说 你奴路易莎都可以害死 我说 不是啊大哥 路易莎都没有跟我跟我说过 你得说的嘛 这样不只是奴路易莎 有人讲你这样的行为 代表了行动党的整体形象 你觉得公道吗 这个可以这样 这样来这样讲 我从来没有说我是行动党的理修 而且我已经退党了 我退党很久了 但你们又请我 你们请我 意味着我是有票房的这个号召医 所以不应该怪他 要怪行动党的抉择 是这样讲的 应该说大家都还出了行啊 我是为了那个道 我不是为了那个党 我为了是我信中相信的这个政治理念 那个道 所以这个道你们是行那个道的人 你们跟我一起就有 share the same道 所以我帮忙你 就选 我自己第一步做候选人 所以你不用担心 我的锋芒会抢掉你 再来我跟你 我是cloud pooler 我跟你 pool那个cloud来 最后那个掌声会转成选票的 再来我跟你宴会卖 卖餐券而且筹款 这些东西我都没有分用的啊 没有抽用的 比如说你 你卖了100座我要抽两 20座是我的演讲经费没有的 你既然是 认为我有这个利用价值 但是 一出事情 而且事情不是我错 是我的讲法 给人家twist那个sericator 你们就马上确误 马上要屌我 哎 有没有共五斗鱼啊 那个你们是讲华社还是行动党 行动党里面有一些人 华社里面有一些所谓文青 那些文青我不认为他们不懂广东话了啊 他们就是一场白财 要给鬼财 这种死文青我很讨厌的 你知道吗 为什么呢 这些人是做鬼都不赢 广东话讲走歪都不赢 他们可能写几个文章 以为自己很本事 其实他的节目 可能连你百分之一 百分之零点一都没有这个影响力 但是他在Facebook以为很 其实share的人 可能连20个share都没有 他就认为自己是评论家 自己很厉害 我不要讲名字了 给点厚道啊 这些人我其实我觉得啊 第一没有无力感 我们讲资分只要有力感 你要有power 这种是powerless 再来 我看到有一集 你跟可敏做的那一个视频 你看到可敏在那个二奶巷 很多人去跟他 你就知道我们这种叫群众美丽 我们这种是吹盖 晚上演讲会有号召率的 包括我去玩 你肯定是有的 肯定是有的 你民粹你就是无核之中 我也不同意民粹 坦白说现在我们就来纠正这个字眼了 我是一个争取平权的人 争取平权你一定会给被争取的对象 对方的敌应 一定抹黑你的 所以我被右派马来的人 不要绑称戚团分子 我觉得一点都没问题 因为他们一定是这样讲我的 但现在人讲平起平坐 都有点显得真是不正确 因为有个大局 因为有个和谐 不要给对方发点 所以我们就shut up 我就直接跟路少傅讲 我不讲啊 哪有个讯啊 我再讲的话 以后有人就讲 那你又制造机会给回去 让我发电 好 我不讲咯 那么你们都给各位发电咯 像我上一节目 除非他又剪了节目的某一个 shut up 又来twist 那么没办法咯 不然的话 我都告别了 告别这个群众演讲的舞台 这样你怎么看待现在的华社 还有行动党本身 就是一直在讨论大局这两个字 我们也自己要求自己 你不要去触怒他们 不要啦 不要做一些政治不正确的事情 很像像我自己老实讲啊 我也不敢 很像你要讲 什么检讨我们的这个宪法条款 那些完全不敢碰 所以应该这样讲啊 在马来西亚作为一个议会民主的国家 什么叫议会民主呢 就是你要用选举游戏来改变现状啊 那么选举就是一人一票嘛 你再厉害的头脑 再幽默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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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一票啊 这样在情况底下 你这个人口越来越少 然后对方的这个 我们讲的identity politics 越来越强烈 今天晚上跟你讲 国防政策 教育政策 应该怎么怎么 明天投票前 他接到sms 不要让犹太人控制我们 新农党是要建基督教国的 他第二天投票 他脑袋又锁掉了 讲给慕容的 因为我从来不相信 民主政治是理性的 如果民主政治是完全理性的话 你不会选择断的创买吗 你采取这么极端的信仰 你欧洲不会脱欧的吗 政治本来就是理性跟非理性的 有恐惧有希望交织在一起的 这个就跟我们立场同时 因为我们频道是一直相信 观众是理性的 没有的 其实你在欧洲 欧美这种老牌国家 他都会脱欧 如果你算 calculation 纯粹是rational politics 不会脱欧的 脱欧都是18岁过很爽啊 我的父母要支持流温 我就要脱欧啊 美国民主党跟美国共和党 很多的argument 其实是两边都不理性的 美国的左派有走了 乔往过阵 离开了真理 再往前一步就是妙误 但美国的右派有讲 这种是cultural wars 所以你们这种争取LGBT的 又过了又什么 又性别又再转了 18岁又可以 每个都讲这个基本的东西 到最后投票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用理性做基础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你在你的演讲当中 更多的出口 或者是渲染 其实没有这个窝 你真正听管我45分钟的这个presentation 出口可能没有 加起来的出口 是一个例子 没有占一分钟 出口只是一个例子 可能你会讲 Rosma是巫婆啊 马华是蛇啊 这一种 那种是比喻 是方便人家最后能够传 那如果有人跟你讲说 这样子其实是不理于构建 理于构建一个 女性社会的讨论 应该这样讲吧 什么叫群众演讲 群众就是很多 他明明你下面摆个椅子 他都不出来做的 他就后面做那么多 穿拖鞋 硬行啊 然后在那边他在观望 警察一改他先跑掉的 那个是有票的人 群众不是每个打领带 中产阶级 然后读过书 明白什么是中等收入现金 所以好多演讲者 包括那种死鬼文青 他都不能理解 什么是Trama 什么是Forum 你看我是我每年去给那些 大专青年生活营 包括给一些基督教青年团 去上课 一句出口都没有 presentation 比其他演讲者做得更好 就刚好在青年营里面 我现在在群众大会 跟群众讲的话是另外一种 因为群众他不要求你抛书包 你抛书包 你抛书包他就说 你没有演义 你没有抛书包 没讲我没有读书 大专青回应你不抛书包 我没有读书 这个是扑街的 我讲话粗口没流道 下次不要请他 看到吗 我有一个教练 他辩论的教练 他讲一句话 我觉得他觉得 邱光耀是人才 邱光耀不需要讲到 这种方式也可以信教掌声 你觉得这样子的看法 我就说回到那个 context 回到群众 那个群众要求邱光耀 他不是要求孟德斯 他不是要求分析 什么叫gender equality 什么叫女性主义 什么的 那个群众他 他不需要在现场 四十五分钟看我 他拿着预算 同会说孟德斯高 你没锁人做 人家要什么你就会是什么 那个是群众 那你到时候 会不会很难过 当你成为所有人要的 所以你就要懂得 你是一个演员 你是一个群众演员 那么群众演员 你去到那个电影 是拍动作片 你就拍动作片 那是拍爱情片 就拍爱情片 所以同样 我还是很坚守 一个作为民主社会主义者 用和平手段抗争 改变不靠机关枪 改变靠投票枪 这就是我这次的这个 主题 有记起很多人出来 特地克敏操他了 原来没有啦 大家不想学习 他也有他的 表演的 他的讨论 那你现在他做部长 然后可是你 就是没有拿到东西 我本来就没有求 如果我有求 我就把铺盖了 我的兄弟 我的Junior全部都做个部长 做个行政议员 不妨要恭喜他们 而且我觉得我最开心 选举是很痛苦的 整个过程 选完了过后呢 我一生轻哦 而且我又主动说 我不要再演讲 求个上你们的节目开心一下 真的不会有一点点失落 就是来吃醋啊 或者是嫉妒 你会觉得我有失落的感觉吗 不知道 你是个好演员吗 没有我是 对对对 他讲他是好演员 应该说我是求人得人哦 人开心吗 其实做官是很痛苦的 除非你要贪污啊 你赢你的薪水啊 你要开支啊 你的当老佛喇吧 你的助理啊 他们的福利啊 还有红白事要派钱啊 合法的啊 红白事包红包呢 其实最后你身杀很少的 所以应该说 我可能我自私一点哦 我赚了第一桶金 我有通过理财 现在我已经财务自由 我要好好守着我 我跟我家人的 过日子的 过了我也不贪人家的 我也不去谋人家的 我也不去谋人家的官粮 我家有余粮 那就够了哦 所以我打官司 我也不想判钱给他们 我们去筹款不料 我们刚才也知道了 我自己去筹款啊 诶我的 一带一路官司啊 我用了七万多块钱 我一分钱都没有拿什么党的 一分钱也不接受人家的捐款 然后跟他聊下去 可以管这个 我私底下跟他 我就不要按你的问题 我私底下跟他 也是有住这个客厅有在 我没有讨论过 我没有讨论过 对对对 我是觉得没有问题的 筹十块钱 我是觉得不应该 没有所谓应不应该 就是恰不恰当 对对对对 就策略上 因为我去挖的身家 我应该跟他们差很大距离 但是我都觉得 我可以靠自己请卫士 为什么用使用党一路卫士呢 现在我赢了官司咯 现在开始要算那个 compensation了 都是我的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第三关 我觉得已经赢了 就是他不再是禁书 不再禁书了 现在开始可以解禁了 可以在那边签名了 之前一本了 两万块了 对对对对 大师你一杯禁了 每个人想哪里有得买 现在是第三关了 终于是司法程序 最后一关是联邦法院 我在高等法庭 我1.0我输掉 我在上诉 上诉庭3.0我赢3 然后不一定他们不服输 他们会再上诉 所以今天早上判决 就是联邦法院 他们连Rift都拿不到 原来上诉的那个准证 他们拿不到 所以已经走完了司法程序 摸眼了 耶 哇 恭喜恭喜恭喜 我对了马来西亚 政治有很多怨言 但是我还相信法治 Raw of Law 很劲欸很劲欸 那我们先喝一下 吃一下东西 因为我们难得 来到这么好的餐厅 等一下我们再继续聊 因为我们对你的 这个一带一路的理念啊 也是有一些想法 哇 哇 来来来 我们请我们的老板给我们介绍一下 嗨 我是Chef Kurt 所以今天我有四道菜给你们 是 这一道就是Pron Aglio Pasta 跟别人的做法不一样 是我们已经用了一点热式的元素在里面 比如说Miso 这样的这个 这个酱料来调味 Fusion 对 我们主打就是Fusion 一部分是我们本地食材 一部分是西方食材 还有一部分是日本食材 把最好的结合一起 看到这个两盘呢 也是我们的招牌菜之一 就是用了那个 那个辣酱来marinate 然后这两道呢 其实是我们这个 Christmas Set Menu 其中的两道菜啦 这个生鱼片 其实是 不是100%生鱼 因为我们把它的皮面啊 我们拿来 烧了给它那个香气出来 这个是北海道来的鱼 所以是 最后一道其实就是 鸡胸肉 我们已经做成好像Suvit 就这样子把它包起来啦 我们try一下 好不好 慢用慢用 各位真的很好吃哦 而且Gasuto老板 为了要回馈BBK的粉丝 还说 如果你来这里点餐后 念出BBK Gasuto 就可以免费送你一份 加之三十五令吉的Truffle Butter 先到先得 卖完就没有啦 而在圣诞节期间 他们也有圣诞套餐 有开胃菜主餐和甜食 一个人只需要178令吉 赶快点击下面的视频来看看他们的Menu 然后带上你的心上人 一起来享用美食吧 好 那首先先恭喜你的这个漫画胜出 成功 YES 可是很多人还是会觉得说 OK啊 你没有共产主义 可是你清中博的历程 就是中华教了 那其实清中这个标签啊 已经是outdated了 我经常在新农党里面告诉他们说 我们那些日本自民党 你要有自中派 要有清中派 也允许有反中派 使用党是个多元的嘛 那么你的议员的留学背景啊 你议员的文化背景 会注定你在国际关系上 你会比较亲欧洲啊 比较亲澳洲啊 比较亲美国啊 比较亲台湾 很正常的 所以我说 当年我在使用党的时候 我是有华派对中国友好 自中派 我知道中国在办什么事情 因为我是个历史学者 那么你要自中派 你才能跟这个国家打交道 哪怕是你是为了人民币而打交道 你华人可能有一些感情啊 但是 马来西亚整体的意义 是为了要跟中国出去贸易 你要赚人家的钱 你要赚人家的钱 你总不能够不理解人家 或者仇视人家 有自中派 有什么错呢 就像新农党里面 有很多清台的 因为他们在台国 你会觉得也是时代背景嘛 都很正常的 这样按照你的讲法 像俄罗斯 因为它很像发动战争 你觉得如果有人还去亲俄罗斯 你会不会觉得 所以应该说 俄罗斯的现在这个 跟乌克兰的这个交战 它有它的历史的原因 有地缘政治的这个考量 也有反对美国控制的NATO的通过 而导致它会做一些 自卫性的一些动作 这些都可以通过 作为历史学者 不同的角度来理解 那我们应该也承认说 应该允许多元的解析 来看待这场战争 国际的舞台上面 是没有所谓的原则的 也不是的 我们就是觉得 应该说 利益跟原则都交织在一起的 比如最近 德国的这个社民党的总理 就去了中国访问 他带的后面就是 德国最庞大的财团 去跟中国shake hand 他为的是什么 他为了其实就是德国的利益 就是为了使到欧盟 不要独尊美国的利益为主 因为美国其实后面 有很多利益盘算 但是盘算用欧盟来买单 像德国作为一个央阳大国 他不愿意作为一个央阳大国 法国马克宏也有他的看法 所以多级社会 对于怎么跟中国打交道 怎么跟Earth打交道 我觉得都是健康的 总好过单级 单元的 我这一级都是真理 你其他都要跟我下跪 这样你就怕 哪怕是中国以后是一个级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级 北京公司就是全球公司 你也怕 这样你看到那些辱华的年轻人 你是ok的了 因为多级吗 因为我觉得这是多元真理共存 那么就让他们大家有这个原文自由 但是那个底线不要过 底线是什么 那个底线就是你在做accusation的时候 你不要做假的东西 那么你的comment是free 但这个facts are sacred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因为当时候你是支持学生运动 比方讲 马大新青年啊 还是马来西亚的学生运动 你都很刺激 台湾太阳化是什么 所以我说如果他当时是 一场学生运动 能促进台湾的民主化 能促进台湾的这个决策更加透明 为什么不 但是如果他搅置在一起 包括香港一样 从香港我在读书的时候 我是董建华时代拿奖学金的 但是我也上街参加50万代游行 反对董建华当时要提的那个 又关联事哦 那个立法 全球知识分子都对civil liberty 是共同关心的嘛 而当时不只是我作为中大的一个历史系的 拿着政府的奖学金选去游行 因为当时我们认为 不应该支持那个时候的国安法 所以就要反对啦 可是在最近的香港的黄产运动当中 黄产运动我是支持的 这边我也不怕公开讲 黄产运动我支持的 但是到黑豹我sorry 这个时候你就反对 我那时候我就跟别人 用暴会议已经过了我们的手段了 他可以说我为了要真补选 我为了要五大诉求却不可 就像这边一样 Dermy这个Dermy那个的人 最喜欢讲这个东西的嘛 Dermy就是来证据他的动作嘛 所以当你在穿黄色衣服的时候 你还是敢公开 让你知道我是网散的 可是网散运动在香港完全没有效果 因为他们的政权很大 所以这个就慢得人坐牢28年后才成功哦 才能够推翻这个百人的种族得位分子 所以应该要 你在上街才79天 你就认为我没有效果 我要转黑了 Berset也被我们骂嘛 拉完得到拉完 拉完三百百当 听众少物工少马 这样纳吉 纳吉他不怕你吗 你不记得SOP用台群吗 但是我们也没有放弃Berset 1 2 3 4 5 最后哪台长完再第二次 那可是你在曾经的演讲的时候 你有笑过 Berset他们只是SOP 就是啊 我们当时也笑他 因为我说你本身那个SOP 已经告诉人家底线了嘛 但是为什么你不能过一夜 结果Berset也采取 听我去玩的见缘咯 对不对过一夜咯 因为Berset是我跟他筹款的 是是是 他们以前那种伟文青 发动那个箭动人啊 倒水 妈的筹七千块 我一天就来筹破Berset的 那个Bank account 筹20多万 可是如果还要做更多一点的话 他不可以做丢丝头去地铁 那我跟你们不应该 其实民主社会主义者 最大的底线就是非暴力当真 非暴力当真 你一过个暴力的那一个 那一个底线啊 以后就会以暴制暴 然后对方被你用暴的 最喜欢你暴 警察 因为你暴我就有正暴的这个 证明 所以警察最怕你温和理性 你送的玫瑰花给他 他最怕你 你一来报 郑重下怀 你不报他都要找Agent Provocator 混进去办选民 啊办人名 然后去 去去去去制报 让他可以以暴制报 要能够克制自己不用暴力 那个才是真正运动的最高智慧 你可以通过绝食 你可以通过备忘物 你曾经绝食过是不是 我最高几乎是大选提名字到投票 17天 我算是超人的 我的胃啊可以暴饮暴死 也可以不饮不死都不会死的人 我可以三年里面一天吃一餐的人 证明吗 如果是我今天跟你讲这句话 我还是肥肌代价啊 骂着40寸腰啊 我的胃有没有吹响的要讲 我可以讲你去吃 现在你看我 52岁了 我很多52岁小学同学都已经是兔头啊 M字型啊 大家都满了 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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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 我们是政治正确的啊 左派经验 左派 你觉得马来西亚社会有没有在误解你 我是一个一直被人误解的人 真的 我就因为我一直被误解的人 而且我从来也没有主动去反驳 比如说很简单 上次你 你有一个节目是讲叫中华教的 但你剪了我一段的群众演讲 是吧 我们中国人啊 但是我也没有跟你打电话说 哎 兄弟 你这个误解了哦 今天我就用这个平台来解释了 是讲错的 为什么会这样讲 不是 习惯来的 你们喜欢理想的人啊 我们中国人不是动牙蝙蝠 骂得我从小讲超过一万次这个东西 所以演讲一上来啊 他就自动 为什么要骂得上华人就老口啊 以小的口头弹 我们终于以小的粉丝 从小就一直讲哦 就是一个sling嘛 对了 但不代表我的这个所谓identity politics 我会说我是中国人 我不是马来西亚华人 就像林冠英一样 林冠英讲那句话 他就给人家一做就永远玩到今天了 难道凤凰卫斯问 诶 请问 袁冠英先生 你现在作为华人财政部长是什么 哇 这般不是好学的啊 我刚刚刚做财政部长 我肯定说这些东西了嘛 是吧 他一定是说 我作为马来西亚华人 我不是华人的财政部长 所以他也是给人家屈的嘛 明白 所以其实你是很坦荡面对这件事情 因为你有关系的地方 我会演讲所以讲他的嘛 对吗 我们还要请林冠英先生 很多人叫林冠英道歉 林冠英也是LCLY的嘛 我演讲说啦 林冠英都是啦 一三五人是 一四六人一样 人是一样 所以我会替他去公道歉 我们几人越高他越开心 他越开心他就一直就讲 所以还好吗 你们两个关系 OK啦 因为他想象中的我 他希望我把你的角色是更多臣服 更多是为他们严加辩护 有些东西我做不到 因为我是一个有独立思考的历史学者 是谁呢 我不敢说是历史学家 他们没有赢是谁 但是我不能作为一个辩护士 所以我跟刘振东的这个角色不一样 刘振东是什么角色呢 刘振东写的林季翔传 他那本书啊 我觉得是吹水很多 如果以后我写啊 我十年我一件啊 以后我的那本你经常赚 将会让很多人感到 这才真正的死学的剧组 可是你这样讲有一点假 因为你也有画零画零漫画 18岁的秋光耀 因为那漫画不是我画的啊 你监制吗 监制是看画工啊 内容是28楼梯的 所以我要明白 那个是一个publication on publicity 它是一个宣传品 这样刘振东那个也就是宣传品 宣传品啊 我只能讲宣传品 但是刘振东又不认为他是在做宣传东西 其实他是在吹水 好了好了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党的这个人民不deserve 没有啦 我觉得 当你一个人已经立志说 我是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而且我从来也不想做YB的人 我的历史贡献 以后人家会记得 当有一天一百年后啊 不要说一百年啦 五十年后啦 有一个阿伯跟他讲 我这个死大了 有个秋月很肯定 他会记得 他不会记得一个叫YB 叫什么名字的人 他如果选过 这个人已经在马来西亚的这个 现代化的民主意识 也未必有 未必有一张啊 可能一个paragraph去玩会有啊 那你接下来的打算是什么 那我是个基督徒 我也不搬当的 我跟我太太公开讲了 我们日移住 我们做好东西 我 如果上帝祝福我啊 给我养受七十岁 够了 我还有十八年在地球 我十八年就要过有趣的人生 我曾经日志要过有意义的人生 有奉献的人生 有改变历史的人生 有改变历史的人生 现在我没那么打人头 我走了啊 我要过有趣的人生 比如说我十五号去泰国打拳了 OK 有趣的人生咯 过后我要去香港了 因为我很久没有去香港 我要去香港过一下过年 买一些年货 我还想去日本冲神念空手道 因为真正的那个 okinawa karate是很 这样我算算看我的财产 我可以afford吗 可以可以不是去货 你把钱留下来就会 就会可能我去世还留下 要做慈善的啦 那我现在有下十八年 又不挥霍 你看我戴什么手表穿什么衣服 我就很借险的人 我太太也不说是吗 我又没有小朋友 这样我觉得 我的工作做完了 我先出国家两次改叉换代 现在现在十八年 是不是应该过我自己喜欢的日子 我日子又没有跟人家筹款 我可能还赢人家 我现在内申部一个十多二十万的赔款 因为我的民意选择在官司我赢了 那个钱运可以拿来我就有列国 不碰政治了吗 我觉得不需要除非超文 有团伙那个台 我在考虑要不要怎么转型 做YouTube channel 你到处飞吗 不要跟你抢次啊 他怕就不要玩抢饭碗 没有 不会 不会了 不会了 我有看你最兴趣 有没有 抢饭碗了 抢饭碗了 哇 真的是什么都干 哇 很好 谢谢你 做开心的生活 诶 祝福你 真的很祝福你 所以我大概我可以给一些年轻人忠告 就是 年轻时候先读好书 然后呢 事业有成要懂得理财 我很幸运啊 我在完美工作那几年 我的老板遇到好的老板 他教会我理财 然后理财教会我两个人 第一个就是巴菲特 第二个是马克思 马克思是我社会科学 历史学的训练 因为你刚给年轻人的忠告嘛 我想要请你给华社或者是讲 对啦 先讲华社啦 毕竟像你刚刚讲的 你已经 对 大家都为了大局着想 可是你自己又是这么有原则的人 你怎么看待这两则处 应该说马来西亚 华人因为人口越来越少 这也是一个全球海外华人的宿命 你不能通过其他报卫手段来反抗改变这个历史 特别是这个历史潮流 所以你在多极化的这个世界秩序中生存 你用选举来保障自己的利益 保障你自己所在国 宪法给你的利益 那么你是做防御式的这个周权 你不能是进公式的 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先按你宪法给你什么东西 所以有的保障你就先拿 对 对 进公式的东西呢 其实是比如说你要什么转型正义啊 你要五一三什么时候平反啊 那些东西 条件不成熟者 不要免得做 所以同考也是一样啊 当然如果是其他民族 对你有太多太多的误解的时候呢 那么你更多需要的是做沟通跟化解 对方什么时候会对你的敌意减少呢 就是当大家的歌舞生平所闻楼吃的时候 在social economy大家都发大财 经济变好了 啊 你必须让安华的这个五年的政府做满的话 第一把经济改善咯 然后投资进来照商引资 不要太做任何意识形态去敌视某一个国家的势力 不要过度轻这个反那个 不需要 有钱大家来 不管是日元也要 欧元也要 美元也要 人民币也要 台币也要 大家发财 发财过呢 其他民族会会的改善 他的民生会的改善 他会减少敌意咯 那么 在减少敌意的时候呢 沟通的时候是最佳时期咯 沟通完了之后呢 达到一个公司就做了 做完了 就没有东西了嘛 其实行动党务是当同考做完了 明明和平在霹雳州的那个地区也做完了 那么人家也不会觉得你在 拍一个永久地区会伤害所谓马来人主权 这样 都离开钱了吗 都走了 都没有业了 那没有业了 就没有在 因为又没有让对方在讲 identity politics 也就纯粹是打探 改善政府机关 然后促进政府教育 然后找赠影子发大财 那么这个多元民族国家就容易生存了 这样 对行动党呢 有什么忠告吗 其实行动党很fit的啦 坦白说 行动党并不是一个 50分的学生 然后要去跟人家 去增强绝经啊 行动党是一个99分的好学生 他现在不想跟人家放松一点 相信他啦 然后做应该做的事情 他们有这个瑞士 特别我是认为 路稍福跟尼可敏啊 这两个人只要是 互相配合 不要与欲量之争 行动党内部派系稳定 那么就 好东西都可以解决 如果万一行动党里面有 路稍福跟尼可敏有两个有争啊 那这个党就很多麻烦 因为两个都是雄才大的 两个都有群众魅力 两个如果搞派系斗争 互相 火拼啊 不是互补啊 那我就认为这个党就危险一点 那么现在看来没有 以前观音跟邓章青是有这个欲量之争的 所以 I'm talking the facts Alright alright 所以你觉得行动党不会变成马化2.0 应该这样讲吧 在于 行动党作为一个基因比较良好 他抵住先怎么 马化以前也是这样抵住的 抵抵抵抵到最后就这样 马化跟行动党最大分别在这边 马化除了说在民主平等方面 不敢讲话 那么马化在民主人权方面 也出卖很多马来西亚人的利益 他在出卖大专法令啊 他在出卖社团法令啊 借社法令啊 我们没有清算过他这一年 他全部都有举手的 所有武统通过的二法 不只是纯粹在social budaya 在social economy 剥削性的恶法 垄断的恶法 打压民主人权的恶法 那不是对民主问题啊 是对民主人权的伤害的 我们就没有清算他 所以马化最大的破坏地方 还在那个地方啊 所以行动党的差别 至少这一块 他是肯定是 对民主人权我们是捍卫的 对 对民主平等相对 还不是时候说呢 就不要硬硬去争取 到现在你都会叫董总 厉害啊 好 最后一则新闻啊 董总在新闻政府上台后 突然间又出来要求政府尽快承认同考 对此 本台表示 就是 点啦 我们 我们 我分 这个你敢讲不是本台内场 他真的每一集都尴尬 尴尬 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出过你的 点车啦 加多一个车 点车啦 那你就刺激到人家了 是不是 同样的效果嘛 所以这个情况也是一样嘛 showmanship 董总也应该叫他们 behave themselves 有些东西不要天腕 而且董总 我现在的董总啊 跟以前我所认识 我在中学认识的董总啊 是不一样的 以前董总是铁库真正的 我的老师是教总的 这个副主席务听育 我的老 我的校长 庄迪君博士 是教总的总务 教我十四课的 所以当时我们是年轻比较早熟 十八九岁就学 学华清听讲座 听杨培根啊 听陈亚山他们吹水 所以那个是我们的启蒙来的 到现在的董总 不要 闻谁看多多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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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敢讲 好啦 那我们最后也再次谢谢 我们邱光耀 是来我们这里 同必生回啊 一个明天就靠你啊 这个video 群众会你啊 记得帮我们share 看电影 肯定 要不要我当问你啊 那我再会放在下个有段后 这个叫投video啦 好啦 那我们谢谢你 谢谢大家 感谢 谢谢 我们今天的餐厅的sponsor 谢谢 谢谢 拜拜